喜欢足球运动的球迷们一定都认识C罗这位世界顶尖的球员,也知道C罗的家乡是葡萄牙,正是这有着浓厚足球体育的国家才能培养出像C罗这样优秀的球员。 可是,却有一位葡萄牙的天才球员,主动放弃葡萄牙国籍,加入了足球水平相对平庸的中国国籍,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热点化旗,这位前葡萄牙足球天才名叫陈嘉玉,献效力于普甲科华比达迪俱乐部,是一位年仅24岁的后卫球员。 陈嘉玉在去年放弃葡萄牙国籍后,现在已成功申领到中国护照,是第一位出生在海外,并成功改集加入中国的华裔球员。 年轻的陈嘉玉可能很多人不认识,但是说到他的父亲,老一辈的球迷应该就不会陌生。 陈嘉玉的父亲叫陈世超,是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球员,在上市几七十年代,获得过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,陈世超有个好兄弟叫蔡振华,后者是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,足协主席,陈世超当过蔡振华的陪练。 后来因葡萄牙体育会的邀请前往葡萄牙,并定居葡萄牙,陈嘉玉继承了父亲陈世超的运动天赋。 在足球运动中能力突出,拥有葡萄牙国籍的陈嘉玉之所以会选择改回中国国籍,主要是出于对祖国的制衬之心,希望能够为中国足球的发展贡献,以本力量,渴望带领国足进入世界杯。 虽然陈嘉玉现在还在葡萄牙踢球,但拥有了中国,国籍,国家队在需要的时候,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召回陈嘉玉为国效力,通过葡萄牙科学训练体系培养出来的陈嘉玉,或许能在下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,成为国足第一分子,为中国足球贡献力量。